谭瑶 23岁 湖北人 本科再读 北京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专业 大家好 我叫谭瑶 今年23岁 北京科技大学 大三再读 我来自湖北恩师 是一位内心坚毅 追求创意创新的 土家族妹子 今天来到 《非你莫属读》舞台 想要寻求一份助理 管排生 或者各位老板 认为我适合的工作 谢谢 这是我的鼓励 谭瑶是在一个 理工科的大学当中 相貌非常的出众 按理说应该 非常的骄傲 对吧 那实际上在学习当中 他从事了大量 非常基层的实践 比如卖过月饼 然后呢 还有四次高校创业 并且成绩都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 他是一个内心 非常坚毅 吃得苦的一个好妹子 谢谢 土木工程专业 确实是男生喜欢的专业 你怎么会选择 土木工程专业 因为我父亲 他算是一个包工头 是我们传说当中的 那种包工头吗 我爸爸是个特别政治人 他是我这位最佩服的人 我爸一般都是 要是没有钱的话 他一定会贷款 发给工人工资 这个包工头不错 我爸真的是特别好 那他当包工头 跟你学土木工程 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的是可能说毕业之后 可能帮助他一些吧 帮助他一些 对 或者是他带我一些 我觉得我的个性是很难生的 我不怕吃苦这些 那你不用来这找工作啊 你是想帮他才选择土木工程啊 那这找工作干嘛呢 这没有包工头啊 可能说就 现在是找实习工作嘛 我想就 做土木这方面 也不是特别强烈的愿望 又不是特别强烈了 对 假如未来去就业找工作 你希望在什么领域 做什么工作 做产品 做产品 你不帮你爸爸了 做产品也可以帮爸爸嘛 有资金的话 爸爸就可以早点切下担子了 那好吧 参加过一些社会实践是吧 你有哪个可以拿来说说的呀 先说一下那个价位机构 我做一件事情可能说要么有基础 要么有机遇 这件事是有基础的 是我有两个朋友 他们手里有一些声援 这件事进展就算比较顺利 但是之后 包括校区的选定 物品的购置 校区的布置 教室的 平定规则 以及一些价格的制定 这些都是我们共同完成的 然后这个过程中 我主要从事的是第一方面 技术方面 我们那边的海报 宣传册 宣传业都是我做的 第二方面是 财务方面 每个月的总结 然后根据 这个月的财务状况 进行一些调整 这些事情 也是我做的 好 第三个方面 谭瑶 你讲的是个流水账 能不能讲 你干这些事的亮点是什么 比如财务 你干了什么 有一次是 因为发现 二对一比一对一 赚的 就是二对一可能很多 他会选择二对一 然后我们就把 二对一进行价格调整 之后的话是 二对一比一对一赚的钱 利润更多 做出什么成绩 我总共六个月 包括暑假的时间 然后就是每个月 周末的时间 我个人总共 一定是两万多 你讲的一个点上 就是挺牛的一个点上 而且你做的比我们还早 现在全中国的歌务化教育机构 都在转型做一对二和一对三 你能够在那么短的创业过程中 就决定这件事 所以这个其实是个亮点 但是我觉得讲的有点平淡了 这是让利润成倍增长的案例 这多牛啊 这个就是当时提出的这个 但大家的利润也没有成倍增长 你好像不太善于 总结自己的优点 我个人可能比较低调 我不是那种太喜欢 喜欢秀自己的人 就不太爱展现自己 做过那些事情 其实我特别好奇的 就按理说应该长得漂亮的 应该有很有自我优越感 其实我在里面 是到现在 我没有看到你的 很强烈的自我优越感 你以为每个女人 都仗着自己的姿色 要侵蚀天下人 我换个角度来问 你在学校里追你的人多吗 因为我有男朋友 所以一般 我觉得别人对我 可能有好感的话 我就会无意间 我听说不是分手了吗 现在在这 这你都知道 因为面试的时候 说分手了 今天又和好了 首先分手是因为 我觉得她 我的想法算比较多的 然后她可能说 想法比较少 可能这方面 就性格有一点点不和 就是你要求她上进心 结果你认为她没上进心 对 但是她对你是真好 死结巴列的好 现在她有一些改变了 她也在向这方面改变 分开了这一段时间 她自己去 做了一些兼职 然后也为 有一个客户 就是联系了 学校的场地 我觉得她能 现在开始能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很不错 就是只要对你好 你就包容她 无限的包容 我觉得我其实 对我好的人 还是挺多的 还挺多的 那她属于哪一款 就打动了你 我高中就和她在一起了 那问你一道特别俗的题吧 选一个老板 选一个男朋友 选个老公 我首先说老板的话 我会选择豪颖老师 因为我在节目中 听过一句话 您说 您做的一切 努力都是 我来让父母生活得更好 就是这样的话 是把我心里的 就是一直想的这句话 说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 和您的距离很近 你看 她就一点都不受 性别的引导 老板选的不错 她就直接选豪颖 看见没有 对吧 其实我真挺喜欢谭谣的 她很像十年前的我 天生地带着这种 职业女强人的范儿 这种气场 好 来选男朋友 在做的老板里面选的话 可能说 我喜欢男朋友 和老公是一起的 我选择深蕾 深蕾 你品位真高 为什么 我真的很高 为什么 但从事业方面的想的话 我希望我和我的男朋友 一块努力 能够自己一块成长 一块创造幸福的生活 为什么选择她 因为她现在是创业型的公司 因为她是创业型的公司 对 就是只选创业型公司 跟选你没什么关系 你能发表一下 过前感言吗 难得有人选你 说真的 对于男性而言 这类女生 真的非常受欢迎 不会是为了你的 现在的成就 而是希望跟你一起去奋斗 一起去获得成就 同甘共同好夫妻嘛 老板 有点失落吗 她确实是一个 她确实是一个 喜欢摸爬滚打的女生 喜欢耿硬仗 对 她的内心很强大 对 她的内心是 她的内心强大 跟你的强大 是不一样的强大 对 她的 不过说句真的好 各位老板 请收敛起你们刚才 天真无邪的微笑 其实人家男朋友今天在 来来来 我们请一下她男朋友 来来来来 大家好 有没有觉得自己很信 这个必须有 跟她在一起有压力吗 她这么要求上镜 听说你曾经不上镜 主要是我专业 我是北航学习 飞射的飞行设计 这个主要 估计和她 想要找那种 和她现在就一起 努力奋斗的 有一些差距吧 她脸上已经眼眶湿润了 你要向来跟她擦一下吗 你怎么比她还害羞啊 你在所有的追求者当中是如何脱颖而出的 早 你曾你有安全感吗 这么优秀的女生 有 那那怎么那天还闹分手了呢 主要是我们俩 在那个创业的想法上不太一样吧 啊 我首先追求的是 就是主要是学业吧 啊 而她是想创业 那你后来怎么又顺从她了呢 我觉得自己苦一点 在搞好学习的同时 应该还能做一点事吧 应该还能做一点事 你觉得你们能够走向婚姻的殿堂吗 我想想可以 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 好吧 那祝你们幸福 他好听话啊 男孩真有一点生蕾的感觉啊 你拉倒跟生蕾差远 我觉得听他们聊完以后 瞬间就回到了读大学那种美好的时光 青涩单纯 他就是走火入魔之前的生蕾 这个女生呢 不自持自己的美貌 然后呢 敢做 敢拼 挺有上进心 同时对爱情的想法 我认为也特别的执着 可以跟自己的心爱的人一起去打拼 却不想去分夺别人的劳动果实 这么一个女生 第一轮选择 去货流 全流 接下来我们这里天生我有财 来 带来的PPT是吧 来 解读一下 这些讲的是我有时候有一些想法 大家可能很不成熟 也可能不切实际 希望各位老板批评和指正 第一 这是目录 我讲了有四个想法 第一讲的是周边 我想的是在购物网站增加周边这一难 那通过点进去可以看到显示周边的实体店 或者是销售点 消费者可以先在网上找到自己合适的 满意的商品之后 再到十几天去进行购买 其实它这个形式和美团差不多 只不过是所展现的商品不同 它可能说是服装 化妆品 或者是珠宝之类的生活用品 那对于实体店店主来讲 第一可以增加用户流 第二可以增加一种宣传方式 然后下一页 第二讲的是否搜索 我们在网络上进行搜索的时候 可能能搜索到自己想要什么 但是不能删除掉自己不想要什么 那这个时候我就加了一个否搜索的键 这个面膜免洗代表的就是我想要搜索非免洗的面膜 下一页 三个是黑马 它是一个大学生交易平台 现在大学生的考试它可能内容都是大致相同的 但是可能每年的复习资料或者是考试事件并没有流传下来 我想的是建立一个网站或者是一个APP 或者是在另外一些网站增加这样一部分 这样的话可以集结大学生这个消费群体 进而跟其他的一些公司进行合作 其实刚刚你上面提到的 其实都跟互联网产品都有点相关的 对吧 你是更感兴趣像互联网这类的企业 还是偏向于实体 因为你的经验更多体现在你做代理 包括你做的一些销售 你是偏向于哪一种 我觉得都还好没有太强的倾向 你今天有一项企业吗 有 哪一几家 通灵珠宝 韩树 然后复仑集团 就这三啊 那边没有啊 我特别奇怪 他选的好像都是偏 实体的 传统行业 对 但是你的思维是非常互联网化的 他们都说你的选择曲线于传统 但思维又曲线于互联网 为什么这样 选择通灵珠宝和韩树是因为这些产品 就是珠宝 就是珠宝和那个化妆品比较适合女生 然后 选富人集团是因为 喜欢他那个人 符合我的气质 我觉得特别契合我们 你刚才在PPT里面展示的前三页 我都能帮你实现 其实我觉得你还有更多的一条路可以选 今天就别找工作了 我当你的天使 给你投笔钱 自己直接创业去吧 我觉得我现在还能力很欠缺 所以来我们这儿再接受一点熏陶吧 行了 如果爆灯 待会就拿钱出来抢吧 最低薪金要求不地狱多少 我要求的是一百一天 那有没有这个地狱的限制 北京 我还在上去 北京 一定要在北京 对 我还在上去 别的地方不考虑 不考虑 我说将来嘛 将来可能说 在北京 是因为他吗 是因为那小子吗 我觉得在北京 他还没毕业吧 你还没毕业吧 还有两年 还有两年 你明摆着这是为你考虑啊 我问你 他的工作地域有限制吗 你愿意从他而去吗 当然愿意 真的 好 没有后悔之忧了 我想说一个事 你说吧 就是他来北航是因为我 就是 就当时是因为我选了北航 然后他来到北航 他因为你来了北航 学姐 你因为他要留下 是这个意思吗 那只有成人之美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好 恭喜爆灯 接下来每位老板 可以在提供职位的同时 直接抛出自己的薪水 进行直接的竞争 好吧 从刘家勇开始 我愿意直接给你 我的个人助理感 只要是 你能在职场 踏下心来 去做 我认为你将来是无限可能的 薪酬 薪酬6000 北京 虽然我们这个地点 不是你的首选 我们在上海 但是我们有个非常独特的优势 在上海 虹桥机场旁边 是吧 适合你男朋友以后就业的地方 是吧 这是残久的地方 对吧 你虽然 他们看 只是看眼前很短暂 毕业了之后 怎么也找个航空公司吧 哎呀你这份找的对啊 是啊 所以我觉得你有个非常好的特质 就是心里想的是别人更多一些 非常适合我们一个岗位 就是会员的一个会员的体验观 我觉得这个方向非常适合你 我大概给你的薪酬是6000家 我们是一家比较新的公司啊 可能你之前对我们还不太了解 我们是做这个移动互联网的 这个互联网医疗 那我们也是一家创业公司 如果你想体会那种很 汹涌澎湃的创业的激情 你在我们公司一定能找到 我会直接给到你 一万以上的一个工资 因为做这个商业拓展的一个专员 马瑞 活动执行 星球6500家 我真的很喜欢他 因为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都没怎么说话 我所有的那个对你的欣赏和赞美 都在我那个大母哥里 我就是给你我的助理 我想要交给你我所有的一切 给你6000家 但是那个家其实是无上限的 那我给你的工作地点呢 都是在北京 工作岗位呢 就是助理管培生都可以 薪资呢我们是8000块钱 从产品运营开始 你如果选择这个平台的话 我想你在未来的两年时间里面 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产品经理 薪酬 我给你薪酬是6000家 这个家代表了 你在未来的两年时间里面 有可能获取公司的期权和股票 Cup G给你留的岗位是高级管培生 你的输出方向有三个 第一个是做线下新品牌衍生 熊样或者职责花开的项目负责人的助理 第二个是做一掌门互联网公司 产品总监助理 第三个是做运营管理干部的储备生 工资定位从7000家开始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是 除了财务以外 其他所有你都可以去尝试 我给你的薪酬不会太高 是6000 但是我相信 你在这边学到的东西是远远大于金钱的价值 我是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产品经理的苗子 然后我给你的薪水是6000家 谢谢 我内心的想法还是想让你做产品经理 因为你那个PPT里面包含了一些LBS跟电商的结合 包括搜索的优化 包括一些定制的概念 其实在我们平台上都可以完美的去进行示展 还有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植村路 在北航的旁边 然后我提供的待遇是8000家 因为我觉得优秀的人就得给好的价格 今天我只能给你我们集团董事总经理的助理 如果表现好的话 可以做我的助理 工资是12000起 其实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做一些创业的项目 那当然我也可以扶持你来创业 12000家 谢谢 18000 这是前面几个比较高的 后面都是6000和6500家 今天蛮难选的 你要不要问一下你那个男朋友的意见呢 我有想法 你有想法 不用问他了 对 你真的蛮强势的 可以做选择了吗 灭掉十斩 留下两斩 请 你不是选了东京珠宝的吗 谢谢 我也是 有主意意 谢谢 对 每个想选产品的精力 谢谢 百üre 谢谢 有请赞宫成浩 反潜不算感情 请揭晓 12000加6000加 有问题可以问到两位老板 陈总能不能把价格降到8000吧 把价格降到8000 为什么 我觉得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 8000的话有一点动力 又没有很大很大的压力 我现在的助理是2万 我个人的助理 所以其实我已经是搂着鞋的 如果你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肯定就值得2万 你是不敢拿1万2 还是觉得自己不值1万2 不值 我取个钟行吗 我1万行吗 你别当时又因为我给高了 你不选我 你害怕了 我就真挺担心的 其实我觉得他很善良 因为他的预期的简历名的写的 期望薪金是100块钱一天 所以可能他 我相信你是不是从来没有想到 今天会有这么高的薪酬在现场 我给你一个讲 当爱来的太汹涌的时候 人容易晕头转向 所以我觉得现在你一定要冷静自己 你不要为这个工资的高低所 让自己迷惑了 你先要搞清楚 你到底要选择什么行业 选择什么方向 选择什么岗位 我讲几点你做未来领导人的优势 首先你不是独生自己家庭 其次你家里本身有经商背景 又加上其次你本身有创业想法 所以我觉得你未来 非常适合独当一面去管一个项目 其实这孩子这爹妈教得好你知道吗 他爸算是一个蛮有良性的包空头 什么钱挣什么钱不挣 他从小可能心里有数 他有知道哪些钱是可以挣的 所以在这里要感谢你的肃贤 给你上了二十几年的管理课 所以你已经是很优秀的学生了 你爸看了这一幕应该挺高兴的 我是我爸的骄傲 我爸也是我的骄傲 行吧 还有你男朋友也是你的骄傲 来15秒钟时间请考虑 没什么悬念呢 优胜58或者是谢谢赛歇 请问你的选择 优胜教育 去吧 那是我想要的处理岗位 另一方面我觉得他真的很重视 我就需要老板重视我 对他是最重要的